Hello KT Racing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不做直播 今天用攝影的方式 因為攝影放在YouTuber的畫質會比較好一些 所以今天的車子是Vobo V60 安裝是KT道路版的避震器 大部分已經安裝好了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原廠的避震器 因為這一台有一些地方不太一樣 是要沿用原廠的 像它後面的部分的話 KT就都有附 所以後面的部分的話 就不需要沿用原廠 唯一需要沿用原廠的話 是這個前面避震器的上座部分 還有轉向的指推軸層 需要沿用原廠的 這是前面的上座需要拆下來的 那後面的部分已經安裝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懸吊系統 這台是V60的T5汽油版的 之前有介紹過的直播分享的話 是柴油版的 那這一台的 這邊是後上座 後上座的話KT有附 有附上座 那這裡的話是調整機構 跟後面的彈簧 這台的話是用8公斤的 後面的話是用8公斤 那車主呢有改了一些結構感 跟前後的防清感的部分 輪胎旅圈的話 就都維持原廠的規格 原廠是19吋的 是245 40 19的規格 調整機構 今天的話 預計大概一指幅左右 所以這裡剩餘的空間 會比較少一點點 後面是8公斤 後面的安裝部分的話 一個重點而已 就是彈簧呢 不要預載過多 彈簧預載過多 一定會不好做 所以彈簧的預載呢 取決在筒身的長短 所以筒身呢 不要縮得太短 縮得太短的話呢 就一定會不好做 那阻尼的調整呢 在這個上方 目前這個位置的話 鏡頭裡面是看不到的 也就是說呢 KT的道路板是 高低 軟硬都能調整的 這是後面的部分 那後輪的話 有換成PS91 這個是韓國緊弧輪胎 這一條的輪胎的口配也很不錯 前面的話 還是維持S001 235 40 19 現在已經安裝好了 所以在準備這把托盤呢 敲緊一點 避免會有鬆脫的狀況 因為前面是麥花城嘛 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它不只負責上下 還要負責轉向 所以這個托盤呢 調整完車高之後 記得一定要鎖緊 離載算的部分的話 都是原用原廠 那前後房型桿的話 車主呢 已經用改成小從家的那個 KC的品牌 前後房型桿都已經有做強化了 前面的話是配置了190場7公斤的彈簧 那上座剛剛有提到過 是要延用延長的 它前面上部的部分呢 在這裡 它的阻尼調整部分的話 我們把引擎室打開之後呢 這裡有一個維修室蓋 這個三顆螺絲呢 是上座的螺絲 裡面還有一顆 這裡 這三顆螺絲是上座的螺絲 阻尼的調整呢 前面很方便 從這個地方 瞬時針就變軟 這樣逆時針就是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尼調整 鎂是2.0渦輪 汽油引擎 原廠的這個D5的版本呢 車高已經比較低了 那預計原廠的大概是兩指幅左右 輪胎到葉子版 原廠大概兩指到兩指半了 等一下預計降低 大概剩下一指到一指半左右的空間 台車很漂亮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配備也很多多元化 已經安裝到差不多了 只是拍個影片呢 跟大家介紹一下 油管架的部分 油管架的部分呢 這是原廠的油管固定架 然後這個是 ABS感應線的吊架 這個吊架呢 等一下會固定在 都是跟原廠位置一樣 會固定在這裡 應該是 其他的部分的話 都還是維持原廠 其他的部分的話 都還是維持原廠 以上是VOLBO V60 的大陸版避震器安裝的介紹 如果有問題呢 可以在Youtube裡面 詢問我們的小編 或者是在KC Racing的FB粉絲團裡面 詢問我們 謝謝大家